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我们已经到了夏图了 这个到夏图之后呢 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租车 因为美国的话 你的车是没有办法的 这回我们租车呢 没有选择赫兹 因为我们知道赫兹 其实它的价格还是挺贵的 所以我们选择了一个第三方的网站 叫那个carrental.com 大家也会用啊 这个网站有点像这种 国外的这种租车的比价网站 它原价格之后呢 它会推荐你你想要的车型的 最便宜的租车公司 那我们今天这个租车公司 就是这个阿拉姆这个租车公司 本身这一家公司 就是美国最便宜的 这种价格的租车的公司 到了这之后呢 它很有意思 我们租的是一台那个盟友啊 就是在美国当主角的名字 到了这之后呢 那个服务的人就跟我们说 这一路车你随便选 因为整个这个车呢 我们看这个盘子 这个车就是这个全尺寸的轿车 所以只要是全尺寸的这个当地的 就是它可以候选的车 你随便开 这个跟别的租车公司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别的公司都是你指定的车款 如果有升级的话可以 然后但必须是开指定的 这就没那么多讲究 这家公司 我觉得也挺好的 到美国呢 你可以开服务啊 这是中国的盟友啊 你也可以开 可兰卡 还有起亚 包括日产都有 我觉得 画正点的话 还是开之前定好的那个盟友 中文叫盟友 我们看这个美国车特别有意思一点 就是它通常有这种电子的密码锁 包括有好多大皮卡 还有一些就是之前大概比如说 时间前进口到中国的那种美式的车 经常会在这儿有一个小的键盘 然后基本上是12345678 就是两两数字为一个键 然后你可以按那个开车的那个密码 现在这种美式车你看这儿已经没有密码了 而且都是 不要是进入了 但实际上它也可以有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有这个密码在这儿 非常方便 我们走之前 尤其是在国外自驾 先要调好这个座椅的远近啊 包括手的方向 还有后视镜 这个都是出门自驾 最应该注意的一些保证安全的点 这个车也是无法急动的 要不在这儿 挤环境带 一会儿我们要调一个导航 可以出发了 就是这个车格 那儿 有点大约 继续 这个尖炎 会让人担心 是怎么给人 在夏图的街头呢 其实跟我们北京上海都是一样的 他们也可以租这种自行车骑 算是很便利的一种交通方式 但是其实这个城市 我感觉不是特别适合骑进行车 因为所走路都是特别斜 或者说有点像我们那个重庆 就是你横着骑的话都没有问题 如果你纵向骑的话 每个坡都非常陡 说说它的车啊 它车还挺结实的看着 比我们北京的那个要好一些 现在北京上海 比较流行叫膜拜单车 然后它是不用停的这种位置里面 它只要用扫板就可以停 那个也很方便 然后我们看这个 整个这个车其实跟北京差不多 但是国外还是很注意安全的 所以它在自租车的边儿呢 一定有一个租头盔的地儿 你付完钱之后 然后这会给你头盔 它这价钱也不贵啊 30分钟是免费的 然后一天是 一天是8块 三天是16 经过一个上午的等待啊 我是先与李源呢 到了夏图 这是我的失散了多年的这个小学同学 还还真是 啊这个失散了有小30年啊 然后我们在美国相遇了啊 也是因为这个这个活动吧 机缘巧合 那我是不是得说谢哈雷 哎呦 这个植物有点稍微有点软了啊 但是让您久等了啊 我们是先于这个大部队呢 来了几天 对 咱们应该提前到了有三天的时间吧 对 差不多整整三天 虽然来美国来过很多很多次了 但是夏图我是第一次来 李源 我我我我也是第一次来 你也是第一次来 对对对 今天路上怎么怎么样 嘿 这我觉得这回来美国应该是最周折的一回 这也不也不能说时间长 就礼拜里五个小时啊 所以是到了就好啊 我们今天租了一个福特 呃这个一会我们开车呢 先走一走玩一玩 先转一转 然后比如说我们要看看哈雷的东西啊 对对对 先去哈雷店看看 对 然后因为是夏图嘛 其实我们知道夏图 有很多这种垄断型的大企业 对 大公司 没错 有这个星巴克 星巴克 波音 波音 对对 就挨着这个机场边上 应该就是波音的那个总部 对 他那个机场应该叫波音王国机场 哎呀 还有各种这个特别牛逼的人物啊 公司 比如李小龙 对 对对而且盖茨的老家就是在西雅图 对对对 好宅什么的 对对对没错啊 所以呢我们马上启程 好 走吧 走 走 嗯 我们看到这个这是华盛顿州啊 每一个州的这个路牌 路牌都是有一州的应该是州的那个形状 但是华盛顿州它是是个头像是个头像 但是是谁的头像我还真没查过我不知道你查过没有 华盛顿头像是哦明白就是华盛顿头像因为这州不是就用华盛顿来命名的吗对对对对这就是华盛顿的头像啊 所以就是华盛顿的那个City跟华盛顿州啊是在两个地儿对没错最早那个好多人可能都一直觉得就是华盛顿州就在不华盛顿就在华盛顿州实际是两个地儿对华盛顿是在那个美东啊我们这是在美西北了对然后呢华盛顿州呢是没有这个叫什么税啊没有所得税没有所得税所以你挣多少钱呢都是你的干老对没想到它南边这个州叫俄勒冈州 俄勒冈州说是没有消费税哎呦没有消费税就是花多少钱呢也不用也不用担交钱对吧对不像我们账单上还有一个百分之几的那个税特别讨厌对对对反正有一些人啊就是在在怎么说华盛顿州上班哎嗯然后晚上回这个俄勒冈州生活然后比如去超市啊加油啊去那边消费在那边花钱在这边挣钱对对对这个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中国人想的这招啊也很有可能我觉得 我觉得没有可能没有可能啊我觉得咱们那个祖国人民干得出来这事啊嗯关键是思维比较活跃对对对为什么不呢哎对我觉得就是咱们优势不就是在于思维活跃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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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这个我觉得阴雨之后总会见彩虹啊没错今天下了一下下午的雨突然一下就出太阳了对感觉上午感觉这心情都不好了 然后一下就觉得生活美好都不得了哈哈哈哈这怎么记啊这个哎就从后的机扣然后不就行了嗯我突然觉得回到了幼儿团时代对对我们来了一个这个这个礼化馆啊这个礼化馆啊管吃的嗯没错啊而且吃的还都不错就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了没错啊这个我来到这个地儿其实特别像旧金山那个码头啊呃对旧金山这叫鱼人码头这是不是也叫叫什么 反正我这一样我这又掉了啊没关系啊对维总呢我觉得还是挺好看的啊对而且你看实际上那画的图案啊就是两个人然后有一拿是锤子的有一个往嘴里放东西吃的看了吧然后这案子上放的有应该是螃蟹爪 对对对那是吧哎对对所以在这吃的方式会很好玩对其实刚才上菜时候就一下就给我惊着啊拿一个大桶是吧就拿一个大盆啊然后没想到啊刚一开始我一看这么大盆我以为哎我是挺丰盛然后我再一看紧接着人雇员还特客气啊哗哈哈哈哈我觉得我瞬间就回到原始哲会嘛是吧嗯那个北京也有这样的管子但基本就是从这种美食餐厅 笑谎过来对对对对还是美国人比较好吗叫什么叫什么管子我就忘了啊就类似于也是就是那拿一个大桶吃海鲜嗯嗯然后戴手套嘛我觉得这可能就更严实一点对没错你看看案板锤子对然后直接给你倒桌子上没错没错而且这个美国人做海鲜吧他有他这种自己的特点就是嗯他不像咱中国做海鲜那么讲的对要不然就吃一瓶鲜抗这个要蘸料对胜出有的就是有的比如香辣蟹香辣虾那样也行烹调中国的那样 所以他就是很简单扔一大锅里什么玉米土豆全放一块一煮然后撒点辣椒料就起火了没错其实有点乱炖的意思但是玩又不加香料对对对对对嗯啊其实味道很准还不错然后我们先尝试一下嗯你先挑一个味足的我先你先把锤子这工具用我手上去先挑这个需要用锤子其实那玩意咱用啥也可以 我记得好像有的是有那种钱的那种 开了 这个就是外国人吃螃蟹 为什么没有人 中国人你看蟹八馅 那不是开玩笑的 他们这些蟹一馅 简单粗暴 也很好吃 你看 这个肉是真的 你还不错 你别说跟这个美国车一样 他没那么讲究 但是他你说好看嘛 也不错 能达到你需要的这种效果 对你先咽咽蘸完黄油是什么样 就更香 是吧 因为本身我就特别喜欢吃这种海蟹 海蟹肉多呀 对 这种河蟹特别的那个变异 没这么治愈 你看每年 这季节紧接着 那阳城湖蟹有感 大闸蟹有感下 但是我是一直觉得 就这么大一东西吧 吃的实在是不过瘾 来你也尝尝 我尝尝 我把你刚才那后半截给放了 来 来 哎 哎 哎 他这旁一会儿还行 就是稍微一敲着就就开了就开了对 其实我们要是在外面有的地湿 基本上就用剪刀剪的对面那个也方便 所以我觉得他这个像我其实上一季上上季 在越南的时候王硕就跟我聊嘛 就这个东西啊就是形式大于意义 对对吧 就是一定要体现出简单粗糕这种态度 对对对对对对 吃饭嘛就是这样 对吃高兴了就最重要了 新鲜 新鲜 原产地嘛 好久没撸串了 是啊 而且这是鱼串 咱一般还真撸不不着 撸鱼串啊 是是是是 我感觉肉还挺 肉特别硬 特别硬是吧 对特别紧的那种那种肉 三文鱼 那他这辣椒面跟国内有蛮不一样的 好像没国内那么 就是感觉那么 劲儿没那么大 对没那么重 但是有辣味 有辣味 其实本身那种外国人不是特别 对他这个是那种干辣的那种味道 对对对对 我们吃了蒜的这里有什么 比如这三文鱼串 就是特别的 有两个 有两三串估计 然后虾若干了 大点小点的我觉得都有 还有这个大螃蟹 对 还有不同种类的螃蟹 对吧 还有这种带壳的 青口这种 大壳的小壳的 对 还有这个生蚝 对吧 对 花嘎 还有这个香肠 就是他们家自己做的这个香肠 对 但是呢 这很容易埋没在这一堆里面 另外就是这个美国人喜欢的土豆 土豆 玉米 对 就是通通这些 反正世界内的 现在咱们发现的就这么多种 对 这个是两个人起 对 一个人这是38.5 对 对 两个人起 那是72 73块钱 没错 其实也不便宜的 对 它这个有点像咱们那个麻辣香锅的意思 就点餐的方式 就是你这个 对对对 一个人份 两人份 然后那个一个人不 怎么点多少 或者是怎么样 那大锅小锅 有点这意思 对 反正你要说点一个人的他还不给你点 对 嗯 他觉得做的不知道 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种地儿吧 你如果来 这是因为是纯情点 没错 所以你可能就是需要跟价格上做一些妥协的 其实有点贵 包括在这个码头的那边就是 呃 叫什么市场呢 拍摄市场 他吃那个酸面包的那个 那个海鲜浓汤 那个在旧金山那个码头也有 也有 也有 一个面包挖空里放海鲜汤 其实都不便宜 没错 你做旅游嘛 你来的时候我觉得就不要太计较 这个价钱了 拿着吃就好了 对 而且话说回来 这是保证你食材够新鲜 对 嗯 因为这个地儿 跟咱们国内一些旅游地儿 其实还不一样 没错 国内旅游地儿 不管是多少钱 反正你把钱给我了 爱吃什么面 吃什么面 对 这儿其实它只是贵 但是它不叫宰货 对 它不挣美心钱 对 所以我们吃着放心就好了 嗯 我尝尝香肠 嗯 嗯 说说美国这个汽车运动吧 咱们就是看到的 拖车过去 对对对 其实在美国拖车上 就拖什么 你都不会觉得奇怪 没错 对吧 你这拖个狗拖个马 拖个摩托什么的 都很正常 拖个船 对拖个船 拖个房车 帮个大的小的 放在皮卡头里面 还有甚至于有的房子点 弄哪个灯四度轮的 拖房车都行 就是没错很多的 对吧 刚才这个拖了两个赛车 但这个赛车看起来 就跟别的赛车 就不太一样了 对 在中国可能没人理解 五个人赛车 或者扔在路边 估计就来要都没人要 一会拍照后 该给你打电话了 对对对 这个车呢也没爬的 平时也是不能上路的 即便是在美国这种地儿 对 也上不了路 对 其实在美国好多赛车 也是可能根本就没有拍照 然后它也是 不用于各种道路行驶 去任何一个赛道 它都是直接装拖板 然后拖着走到那块再卸下来 比完赛再从那装回去 对 这是美国就是这个赛车文化化 很成熟的一个表现的一个地方 对吧 对但是美国赛车文化是这样 美国赛车文化和欧洲的完全不同 其实美国大部分比赛 咱们先大概说一下 就是它主要是以观赏性为主 就特别胡来 当然竞技性是前提 但是实际上它更多的是 为了一个娱乐型的东西 就跟美国那摔角一样 你说它是真打吧 对肯定不是 其实但是呢 大家明明其实观众也知道那些都不是真的 但是我们就喜欢看热闹 对 所以就是这种这种撞车比赛吧 其实车虽然不怎么样 但是它对安全的要求还是挺高的 对刚才他们看到虽然说没有车窗 然后车轮也是最普通的钢圈 然后最普通的轮摊 但是里面防滚架做的很好 防滚架包括就是 等车座椅 对 还有要加汗的活动很多东西 对对对 尤其是一些油箱的这种关键的部件 没错 对然后这个比赛规则也很好玩 就同一个场上可能大概比如有8到12台车 就是来回撞 看谁坚持到最后 对就撞到最后还你还能走还能动 那你就是冠军 对没错 而且这个我印象当中这个好像也有一个时尚限制 就是一个回合 是也有个时尚限制 我印象当中是啊 对 而且这个撞的话也是非常有技巧的 比如说往那个最脆弱的一些地儿撞 比如说车的那个轴啊 或者说怎么着的 没错但是这个这种东西呢 因为它是一场混战 所以你既要进攻还要做好榜首 对这个我觉得中国人玩这个应该可以啊 中国人那么善于打拔枪的一个民族 没错 但是你够不够勇猛可能是另一回事 对对对对 包括这种技术上 而且这个因为今天是周末 所以就是我们能够看到 哎有这样的拖车就出现了 经常是这种举家举家这个分腾的就是一起出来 其实就是一个嘉天华 对于对对对 就是一个大的聚会 并不会比赛 其实并不是主要目的 其实以娱乐为主 而且有的时候都不是说一家里的男的开 有时候的媳妇开 对有时候可能是孩子开 孩子刚刚成年 然后孩子又去干这件事情 对对对对对 就这样的比赛在美国非常多 好一会我们在路上再看看 没准还有别的那个好玩的车出来是吧 没错 而且这会儿咱们在这发现又下雨了 哈哈哈 我觉得就是下着雨再等这个比 就是泥垃圾的就是更好玩 是更有意思的一件事 嗯而且观赏性会变得更强 没错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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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驱车 塔科马机场 对 塔科马机场 到了塔科马的哈雷店 对吧 然后遇见一个黑人的 这算大姐吗 我们也 反正是很热情 对 然后她听说我们从中国来 也跟我们合影 据说去年也来了别人 几个日本的朋友 然后也在一起合了影 然后这大姐 还是比较囧的 iPhone拍完了之后 连那个 连那个Air照 我都不知道 这个还是在这么 这个下图这么高科技的地儿 这点值得批评 对 看来中国人 对这东西还是比较熟悉一点 不过刚才他跟我讲 他问咱们骑车不骑车 然后体验 他说他自己有两个sposter 和一个chover 哇塞 但其实黑人在美国 其他的还是不多 其实挺多的 是吗 包括当时我在奥克兰 然后也也很多 然后其实所有的哈雷的 不管是车面还是说他们店里那样 其实大家都是一家人一样 对对对没错 哈雷其实就是一个团队精神 很多时候都是这样 大家更喜欢结伴出行 对 所以呢 就是无论你在哪遇到车友 都非常非常的热情 就像我妈一样 谢谢 你也不客气 你也不客气 那你怎么说 什么都没错 这是我第一次在哈雷店里听音乐会 没错 而且这家这家店特别有意思在哪 你看不光是有音乐 然后而且还有餐馆 对 就是特别神奇的一家 就是别的哈雷店 可能也就是一个小小小巴 然后那个能喝咖啡 对对对对 或者有些茶席茶点之类的 对对对 这对会员的什么的 对这有酒 然后有吃的 还有酒是吗 对刚才我看的这还有酒 然后还有演出 对 而且刚才问了一下他们 他们说每周三 他们这个家店都会有演出 那还是这个对会员的关怀 还是挺无微不至的 对对对 我觉得真是在美国 应该咱俩家 其实也去了不少哈雷店了 虽然说是规模 可能也见过有这么大的 但是内容这么丰富的 好像还真是第一次见到 对 然后他们家这个东西也真的不少 但是我觉得摆的稍微有点凌乱 但是其实人家还算规整 那边是车配件 这边全都是服饰 对 但是不妨碍我们发现这个便宜货 对没错 就是中国人的心态 就是占便宜永远没有够 行 这些头盔都是 其实都不难看 而且在这些款 就是特殊的这些涂装 可能在国内都没有见 都没见过 而且全部是五折 现在放在这一个案子上的 所有的东西全都是五折 所以它是专门给哈雷做的 对对对 没错 后面带这个衣 对吧 对 这是有带哈雷的标志 但是也有没有的 然后但是都是贝奥的正常的同窥 对 所以五折其实就很上算 它原价是162刀 162刀 162刀其实按道理说 比中国的东西卖的也便宜很多了 对对对 而且打完折之后不到100刀 我也有一只这个窥 然后也挺酷的 也是这牌子 当时花人币得花了2000多吗 你看见了吗 刚才那放着有和你那一模一样的一只窥 对没错 所有的这个花色还都挺漂亮 对 然后我觉得这个最好啊 就是比较适合这个 比如宝强啊 什么这个 其实他不在意 如果演其他的话也可以 你正说这个 我其实第一眼就看中这个 第一糖果漆 对对对对 然后这个就本身其实价格应该就比普通的要高 而且第二就是 号是一个小号 其实我是打算把这只盔拿回去送给我 送给我一个哥们的儿子 哎呀 这从小就带了这个 对对对 没错 因为他也 这看你怎么能理解这事吧 然后因为有小号 而且小孩就这会儿带就正合适 我们哥们可以骑哈雷 就其实还是挺漂亮 如果你 其实非常漂亮 绿色的车或者怎么样 就是差不多色系的 对对对 没错 还真是挺棒的 刚才我这都是胡说八道啊 都是开玩笑 没关系 挺好 趁着里边结账啊 我带你们去看别的 你看啊 这个哈雷 其实他就之所以是一个 就是成品牌成文化的这么一个东西 所以就是他对所有人的关怀 就不光是只有是骑士 你才能去骑哈雷 你才能去穿这样的T恤 其实哈雷除了骑行服 更多的那种是 这种 这种衣着上的文化 它是无 它是深入人心的 就连这个小孩的这种 就连这个小孩的这种服饰也是如此 你看所有的哈雷的东西 包括所有的哈雷点 其实它都有这种 针对于幼儿的这样非常好玩的服饰 你看这是两件 你看两件一套的 看多少钱啊 二十二十刀 还是挺直的 还有小的鞋子 这是针对这个很小的小孩的 是开装裤 包括这种合作的宝鞋 这应该是宽威的 还有这个 这是穿上T恤之后 就像一个皮马甲 这个也挺逗的 所以大家可以看 这是哈雷的这个标 哈雷标以前老鹰的头是朝右的 然后换了新标之后 老鹰的头是朝向了另一个方向 所有的东西都不贵 四十多刀 四十多刀人币也就二百多块钱 买身衣裳 刚才里边买头盔的时候 我说了 这除了大人的衣裳 小孩的衣裳也有 各种小鞋特别好玩 其实不光是 其实每家哈雷店都是这样 有童装 而且不忘了照顾 所有宠物的喜好 都是家人 对吧 对其实咱们看到好多instagram上 然后带着带着狗 然后一段骑车出去的 没错都是哈雷迷 哎呦特别好玩 我觉得这可以咬的 各种狗咬胶 狗咬胶这脚是吧 还有这个 这是狗的皮帽子 哇塞 然后出耳朵的地方 你带着也行 我带着也行是吧 号转是小 还有这个狗的这种小马甲 狗的小马甲是吧 对小马甲 这是挂穿狗带的 还有这个狗的围左 还有狗的玩具 对没错 这玩具这玩具太炸弱了 这是什么呀 这是 一个锤子 是锤子吗 对 但是应该都是玩具 对 其实你看这边都是给主目的 然后 挂上去 其实整个在这个背面 全都是各种酒杯 就生活 生活用 包括这也是吗 对这边也是各种的酒杯 然后后面也是酒杯 他们涵盖了啤酒的 然后各种烈酒的 包括那种shout杯 对 然后都会有 还有起子 包括有一些烧烤 我记得我当时买过一个 就是哈雷的一个烧烤的 一个叫什么呀 就是一个烫那个叶的东西 就是那个 比如就跟 就有点像肉联场 那个嘶啦一下 但是打上一个哈雷标 跟上行似的 就是你烤好有点大牛排 然后一个打哈雷标 嘶一下 其实这种文化 我觉得在国外 特别特别普遍的一种东西 对 包括前一段时间 纽国柏林推出的 纽国柏林定制的汉堡 然后上那一片 然后是印的赛道那个行 是是是 所以其实说中国有文化的东西不是没有 你把这个就是开发出来 让别人觉得这种东西又好玩 又又又又有生活气息在合影 关键是什么 是在中国做完这些东西 我相信受众肯定会有 但是受众有多到多少 能不能让他觉得有开发的价值 中国的利益这一块 把利益摆得太重了 其实在把利益摆中了之后 就丧失了太多的生活情绪在里面了 最近这个顾工做的不错 我们在这提出表扬 我们的汉堡来了 然后我们看到 他所有的这个薯条都是很工业化的 就特别长 反正就跟那个我们上一季 在那个伊朗 我们吃的那个薯条完全不一样 伊朗的薯条是黄了八戒的 因为都是藏红化嘛 然后每个都特别小 特别短 而且特别软 这儿就不一样了 这儿的话就是凸显那种美国的特色 什么东西都倍长倍大 倍坚挺 看那个 说到这汉堡 他们的汉堡 其实跟咱们国内汉堡还不太一样 应该太大了 之前网上特别流行一个小视频 叫汉堡的正确的打开方式 就是如何去吃汉堡 有人说应该是这样吃 切开吃 其实没错 然后也有人喜欢是把它剁碎了吃 切成一块一块 那样确实是 就是你不会享受到这种 特别的治愈器的那种效果 还有人把它给 给掰开了吃 我觉得那样是最无聊的 但我觉得最好的 还是应该用双手吃 这样 把手放在这儿 这样 然后用你最大的口的 这个高度去咬它 双层那个 鸡翅的 它这个 所有的脂肪都出来了 非常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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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